好,接下來我們要告訴各位 元素的原子跟離子的化學性質並不一樣 比如說,鈉會跟水劇烈作用 鈉離子不會跟水劇烈作用 氯氣有毒,氯離子沒有毒 我們的鹽巴就是氯化鈉 丟到水裡會變成鈉離子跟氯離子 你把鹽巴丟到水中 會爆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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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產生激烈反應 你喝的鹽水也不會死竅竅,也不會中毒 所以顯然鈉離子跟氯離子的性質 是跟鈉原子跟氯原子的性質不同 所以之前跟你講過,舊課本說 決定化學性質的是資質素,這是錯的 是電子素 我從原子變成離子,只有得失電子 資質素沒有發生改變 可是化學性質卻不一樣 所以決定化學性質的是電子素 正確的說是電子主態 我們國中沒有交電子主態 高中以後再說 但是因為就會有這樣的寫 就這樣子考 就說資質素決定化學性質 然後呢 不管你從哪邊來的都一樣 氯化鉀有氯離子,氯化鈉也有氯離子 這兩個氯離子的性質是一樣的 所以只要是相同的離子,我的性質就會一樣 相同性就會一樣 OK 那這個是一個重點 就是我解離以後 有正離子跟負離子 正離子的帶電量跟負離的帶電量不見得一樣 我的個數也不見得一樣 所以個別帶電量不一定一樣 正負離子的數目也不一定一樣 但是總電量一定一樣 正負離子的總電量一定一樣 有人得五個電子 就是有人失五個電子 有得就有失 得失的總電量是相同的 所以一定是電中性 五正五負,何來就是沒有 叫電中性 電減質酸減炎 電減質可以是酸性的 可以是減性的 也可以是中性的 但一定是電中性 就是遠遠的看 它是沒有帶電的 遠遠的看它是沒有帶電的 這叫做所謂的電中性 叫做所謂的電中性 好,重點 這是我們的重點 我們前面 跟各位寫了三個解離方程式 第一個硝酸甲 你可以看到 我一個甲有一正 一個硝酸根有一副 個別帶電量一樣 我有一個硝酸甲 一個甲離子 一個硝酸根 我的正負離子數目也一樣 然後我有 正一有一個 所以一正 然後我負一也有一個 所以就一負 所以正負一樣 所以合起來是零 帶電量一樣 電中性 等到我變成氫氧化鈣以後 鈣離子是二正 氫氧根是一負 所以這表示 個別離子的帶電量不相同 我有一個鈣離子 我有兩個氫氧根 所以表示 我正負離子的數目也不一定一樣 但是 我有一個二正 正二有一個 所以出來是二 我有一個一負 我有兩個 所以出來是負二 我這個還是一樣 正電跟負電還是一樣 加起來還是零 還是一樣成電中性 所以總電量一定會相同 我有一個硝酸 這邊是正一 這裡是二負 所以個別離子的帶電量不同 我有兩個氫離子 我有一個硝酸根 所以正負離子的數目也不一定相同 也不同 但是我有正一有兩個 所以是二 我有負二 有一個 所以是負二 這個還是一樣 總電量還是相同 所以合起來還是零 還是電中性 這就是我們的關鍵的重點 我們電解值一定是電中性的 正離子跟負離子的總電量一定會 總電量一定會相同 總電量一定會相同 總電量就是我們的關鍵的重點 考試非常喜歡問這樣的事情 可以嗎 可以